大家好,我这盆南花呀,现在的花朵基本上好快要开败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做好两件事 就是一剪一捕 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南花后期呢能够越养越壮 第二年更容易发芽开花 那么我们要做好哪一剪哪一捕呢 剪呢就是要剪掉这个花梗 因为这个时候花朵已经没有什么观赏价值 而且留着的话呢它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不利于植株后期的副状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花梗剪掉 剪的时候呢不要直接从肌部剪也不要剪的太高 我们大概从底部这个位置给它留一点 然后剪掉就可以了 这样剪掉之后呢剩下的这一段我们不要管它 让它自然枯萎脱落就可以了 不要直接拔 直接拔的话可能会伤到你的这个南花底部的这个炉头 或者是它根系 然后把这些枯萎的这个南花基本上全部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剪掉之后呢我们要做好第二件事 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及时的补充 作月肥 因为南花开花是生殖生长消耗的养分是特别多的 如果没有及时补上你的南猪后期会越养越弱 而且很难发芽和开花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补作月肥 作月肥怎么补呢 因为植株开花它主要消耗的是磷甲元素 所以我们磷甲元素一定要给它补足才行 但是除了补充磷甲元素之外 其他营养元素也不能够缺失 所以我们可以用上这个高磷甲肥花多多二号 然后将它稀释一千倍拿来喷叶 然后给它大概呢七天左右喷丝一次 喷丝几次就够了 在喷丝花多多二号的同时呢 我们还要给它补充一点南科专用的有机营养液 给它补充一些蛋还有其他的一些营养元素 那么可以将这个南科专用的机营养液兑水吸食万根 然后呢花多多二号喷叶这样子来交替使用 这样一减又一补 那么你的蓝猪它就能够更快的恢复涨势 很快就能够发芽 第二年开花会更旺盛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